而在玉里正名代表会上 代表吴朝成特别提出了质询 建议玉里正公所能够恢复 两年一次的玉里正运动会 并且要跟玉里正的联合封年纪时间来区隔 让运动会主要能够培养更多的运动人才 玉里正名代表吴朝成在定期大会上 总质询特别提出 更也建议玉里正公所能够恢复 两年一次的玉里正运动会 并且要跟玉里正的联合封年纪时间要做区隔 运动会主要是继续培养更多的运动人才 这个正印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两年一次几半 就跟封年纪错开 因为我们明年就要办理联合封年纪 所以说我们在后年的时候提出计划 然后办一场风风光光的阵印 可以邀请所有邻近乡镇 以及其他县市都可以来到玉里正来切磋比赛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来培训一些我们好的运动人才 玉里正运动会将会给予阵内热爱运动的孩子们发光的舞台 玉里正代理镇长詹秀聪也表示赞成 会后再与明镇客讨论研拟计划 我们的正印 这我们会后我们会请吴正客这边规划 对 但我说挺高 吴昭成说参加过今年的花莲线运动会 看到许多玉里正内的厉害的田径选手 甚至是在亚洲运动会 奥运等国际赛事当中看到玉里正的孩子 所以希望玉里正公所能够重视体育推广 发掘更多的田径选手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